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集的天氣節目 我是李哲侯 先和大家看看今早早的氣溫 今早早的氣溫 各區來說都是在25度左右 而我們預測今日都是天陰陰的天氣 最高氣溫不會升到太高 而與此同時 我們在大範圍的衛星影像 就見到一度廣闊的雲帶 正是覆蓋著南海北部 以至是廣東沿岸地區 其實跟一度低壓槽相關 而在這度低壓槽當中 都是比較強的雷雨區 在香港附近的海域新城 雖然這些雷雨區比較遠 不過我們預測今日都有機會 有些趙雨甚至雷暴影響著我們 所以今日的詳細天氣預測將會是這樣的 是多雲 間中有趙雨和有幾陣雷暴 部份地區雨勢有震時比較大 最高氣溫上升到約28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而再長遠一點的天氣 我們一齊來看看電腦預報圖 預料未來一兩天 這裏低壓槽都仍然會在南海北部 以至廣東沿岸地區徘徊 為這一區帶來這些趙雨 甚至乎雷暴 而接近周末的時候 受著高空擾動影響 華南地區的天氣就會變得不穩定 而之後那幾天 隨著這裏高空擾動遠離 天氣就會變回穩定一點 不過仍然都有些趙雨影響著沿岸地區 所以我們的展望方便是 未來兩三天仍然會有趙雨 而星期四稍後至星期五 受到剛剛提及的高空擾動影響 趙雨就會比較多 最近都比較多雨區影響著我們 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就要記得戴著把傘旁身 那就比較穩陣了 今早做的天氣報告 我就講到這裏 逐流個愉快的一天 再見 再見